校草男友让我发裸照证明对他的爱 我果断分手拉黑 当晚室友向我炫耀 校草给我表白了 我劝他远离渣男 他骂我 自己没人要 就嫉妒校草对我的爱 后来他被裸带威胁 哭着求我救他 我冷笑 你只是失去了名声和钱财 还有校草的爱呢 宝宝 给我发一张你的裸照好不好 看着微信上显示的提醒 我震惊 震惊到忘了回复 不过很快 对方又发来微信 反正你迟早都是我的人了 就让我提前行驶一下男朋友的特权嘛 我反应过来火速回复 啥你都想看 你是下一秒就要烂了眼了 对方 对方 宝宝你在说什么呀 我们都已经是男女朋友了 看看又怎么了 对方 不然你今天出来吧 我破费一下 开房也行 我他妈 弄上心头 我抄起手机直接开喷 你脑子里装屎了是吧 今天刚答应和你玩玩 你上来就要裸照 从小你妈没教过你 什么叫边界感 还他妈你破费一下去开房 憋不住了 你怎么不去磨墙 空有这张脸 真他妈下头倒胃口 对方显示正在输入中 半天之后 才打出来子 不是呀宝宝 我就是想和你接触接触 你怎么还生气了呀 你这么抵触 难道你还是厨女 那我真是 捡到宝了呀宝宝 我们开房去吧 保证让你舒服 什么奇葩垃圾 我真是忍无可忍 干脆跑到阳台寄情开喷 可他妈得了吧 为一行有病 趁早去治 别来恶心我 真要是没见过女人 就让你爸回家 带着你去看看你妈 发情了 你学阿三哥睡来蛤蟆 别上我这脑子都不带 就学人类说话 该处省略五千字 楼下有妹子探出脑袋 眼睛正亮 姐 喷校草呢 好牛啊 我白白手就一刹笔 翻了白眼 推门回寝室 上学之前 我爸交代 我在大学享受生活 最好交往几个男朋友 因为回家 我就要被迫继承家产 然后商业联姻 我身以为然 所以军训第三天 被校草一撩 轻而易举上钩 只为了联姻之前 好好享受青春岁月 没想到随便找了一个 是这么的玩意儿 晦气 刚进屋 是由蒋兰 从上铺腾的一下跳下来 一脸的喜气痒痒 姐妹们 明天请你们吃糖 我好奇地问 什么事情啊 这么高兴 蒋兰双眼寒春道 校草和我表白了 我一愣 什么 哪个校草 还有哪个校草 咱们学校就一个校草 喂一行啊 你不知道 什么 我深感震惊 她啥时候和你表白的 蒋兰一笑 干脆把微信屏幕点开给我看 确实是那个杀比 坐在豪车上开车的头像 最后一句 是她刚刚给蒋兰发的 宝宝 我早就对你一见钟情了 做我女朋友好吗 蒋兰给我看了一眼 宝贝似的把手机抱在怀里 不过露露你不用嫉妒 你长得这么好看 肯定很快 也能找到男朋友的哦 我一言难尽 蒋兰 你和她说过话吗 她就对你一见钟情 我劝你还是 话没说完 蒋兰脸色大变 你闭嘴 我看你就是见不得我好是不是 你自己没人要 就极度校草喜欢我 心思怎么这么恶毒啊你 活该你没人要 我 我他妈 立刻有室友冲上来把她拉开 蒋兰还不解气 愤恨地瞪我一眼 她的手机震动 才顾不上我把手机抄起来 不知道对面说了什么 她心虚地飞快地扫尸一眼大家 小声给对方回复 哎呀 这不好吧 这一夜 整个宿舍都是蒋兰打情骂俏 小声娇笑的声音 我睡不好 干脆给我爸发微信 让他助理 给我在学校附近 弄一套房子搬出去住 手里捧了一堆五毛钱的针织棒 进屋还有意无意地看了我一眼 那给大家发糖了 我男朋友对我好着呢 这些糖就是他买的 就是怕有些人吃不到葡萄嘴里发酸 我能看出来大家也挺无语的 不过碍于是有面子 还是伸手接过来敷衍几句公伟话 蒋兰倒是没当成公伟 十分地往心里去 还撩了撩自己的头发 一脸陶醉 今天就是为一行送我回寝室的哦 你们可能没我这样好命 找到这种高质量的男朋友 不过也不重要 校草身边还是有几个 稍微差一点的室友 我会帮你们留一搭 对这样的傻子我也挺无语的 干脆把耳机一带 不听不烦 没想到蒋兰直接把我耳机摘掉 你干嘛不听我说话呀 你是不是极度 所以不愿意听呀 他把棒棒糖丢了一个 在我怀里 我呢 也能懂你的心思 毕竟校草就一个 你不开心也是正常的 不过我要告诉你 你就是在极度 为一行也是我的了 不该有的心思 我劝你还是不要有 我火了 刷一下站起来 你是不是有病 拖他头上 蒋兰一声尖叫 挥舞着指甲朝我扑过来 我一个正灯踹在他肚子上 蒋兰狠狠摔出去 他大喊一声 反倒像打个鸡血 一咕噜爬起来还要干 其他室友反应过来 跑来拉住疯了的蒋兰 你们为什么帮他不帮我 蒋兰大喊大叫 看他有点钱 就这么视力眼吗 大姐 你当我们看不出来 是你挑衅在先啊 室友大美为我打抱不平 蒋兰一妈脸上的水渍 你看不出来是他先动的手吗 你们刚刚还吃了我男朋友的糖 现在帮这个小奸人霸凌我 别查 我打断他 你的笑草不在这儿 你查理 查气给谁看呢 说完我又把大家刚收下的真知棒 一个个捡回来丢给他 五毛钱的真知棒是好大的恩情 还给你 大美 小驴 我请你们喝星巴克 好爷 两个室友高兴的谢我 蒋兰感觉没面子 面色扭曲的大喊 兴露的 我冷笑一声 蒋兰 我警告你 别再来招我 再来招我我就教教你 什么叫真霸凌 蒋兰咬牙 看了一圈 另外两个室友明显是站在我这边的 只好不甘心地跺脚 你给我等着 他跑出去 我拿手机下订单 顺便给我爸发微信 房子怎么还没安排好 寝室有这么个坐惊 我真是呆够了 我爸很快回复我 闺女 让小王陪你去看 挑个核心的 十多分钟 司机小王开着我爸拉风的劳斯莱斯 到了校区 我收拾好了下楼 看了几个离学校不远的 挑定了一个 小王先把我送回学校 然后帮我去走程序 回寝室的路上 能感觉到路过我的人 都会偷偷多瞄我几眼 莫名其妙 寝室里只有蒋兰一个人 看到是我回来 他冷哼了一声 自顾自的巴巴聊微信 我也懒得搭理他 回上铺拉上帘子点外卖 不大会儿 就听到他小声哼挤 这不好吧 寝室里还有人呢 就那个不让我和你在一起那个 他可不讲道理了 还欺负我 那你帮我报仇呀 老公最好了 嘻嘻 那行吧 谁让你是我男朋友呢 他在自己床铺那边 稀稀疏疏的换衣服 几分钟之后 面带红韵围着玉金爬下床 蒋兰 你要干嘛去 我叫住他 他停住 上上下下的扫尸我 干嘛 你有事 看着他手里紧紧握着的手机 我还是劝道 你最好自己尝尝脑子 魏一行不是什么好东西 蒋兰恼怒 你自己就是什么好东西了 拿着金主的钱 在大学里面挥霍 我还瞧不起你呢 真能装 他快步走向卫生间 啪的一声关上门 少管我的闲事 从卫生间里出来 蒋兰一脸春情 寝室门被推开 大美焦急地跑向我 露露 你快上论坛 你出名了 咋了 我不明所以地把手机打开 哎呀 不知道是谁偷拍了你的照片 说你被人包养了 现在学生会要查你呢 包养 我一脸懵 除了我爸 还有别人能养得起我 打开学校论坛 果然 顶到第一条的 就是我的大名 大一新进细花露露 被金主包养有实锤 点击率飙升 点开之后 里面果真有我的照片 是我今天上了司机小王的车 楼主还怕看不清 把我的脸又贴了个高清放大版 甚至还把小王的照片 也放大了版本 分析小王的年龄 也就三十多岁 怎么也不可能 是我爸爸该有的年龄 里面讲得头头是道 说我平时用的护肤品 是几万一套的 吃的喝的一顿 都要七八百 就连我用的一抹金 都是国外进口的 这些钱我一个大学生 怎么可能有 那来源就必然是 是这位劳斯莱斯车主的 甚至帖子里还隐晦的暗示 没准我连孩子都生过了 不然金主 怎么会这么往我身上砸钱 蒋兰在一边冷笑 都告诉你们了 姓陆的不是什么好人 你们非看他 有几个臭钱和他走得近 现在好了吧 被人扒出来了吧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大美回对他 真相到底怎么回事还不知道 你就盖棺定论了 可不是我盖棺定论 照片都在上面呢 你们还要怎么解释呀 难不成真要说 那三十多岁的男人是他吧 蒋兰吃笑 你们可真是不死心 你这人是看别人倒霉你高兴是不是 大美中美 我拦住他 从上铺跳下来 蒋兰斜眼腻我 怎么 你敢做 还不让人说了 你给我下来 我揪住他的浴巾往下拽 姓陆的你要干嘛 蒋兰往里面退 被人曝光你找我撒什么气 是你干的吧 我抓着他不撒手 蒋兰急了 你私生活那么乱 被人曝光怎么了 寝室又不是只有我自己 你找他们俩呀 你这事和我可没关系 我点开手机上 我爸秘书发给我的调查结果 IP地址是你的吧 蒋兰面色一变 使劲把浴巾从我手里拉出去 一下子退到床尾 居高临下地瞧我 是不是我又能怎么样 里面说的哪句话不是真的 你就是被人包养了 还用别人包养你的资本霸凌室友 你这种人就不应该存在于A大 脏了我们学校 我干脆爬上去 一把拽住蒋兰的头发往下拖 蒋兰发出刺耳的尖叫 却被我静止从上铺拖拽下来 露露 你别冲动啊 大眉阻拦我 我已经扯着蒋兰的头发 踏踏扇了他几个嘴巴 蒋兰看我被大眉拉着 一个剑步打开门冲出去 嘴里大喊 救命啊 救命啊 下午时间 有不少人刚拎着外卖往回走 他刚呼喊完 走廊里就围了不少人 他死死地抓着身上 仅有的郁金哭喊 救命啊 我的室友霸凌我 你们看看 他把我打成什么样子了呀 现在的蒋兰 头发凌乱 脸蛋肿胀 身上还有 被我从上铺拖拽下来的时候 磕出来的青子 看着可怜极了 周围同学们看着我的眼神 都戴着鄙夷 真过分啊 这样的人怎么也能上A大 他不是论坛上那个人吗 被金主包养的那个 啊 就是他呀 怪不得有底气打人 金主能帮他摆平是吗 嘖嘖嘖 这种人也能上A大 金主爸爸砸钱砸进来的吧 蒋兰哭得声泪俱下 有人看不下去 从寝室里拿出一件外套 披在他身上 看见大家都帮着他 蒋兰面露得意的 偷偷朝我笑 我冷笑一声 你真以为人多 我就拿你没办法了 他一缩肩膀 样子看起来害怕极了 别打 别打我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蒋兰的身体 抖得像筛子一样 周围人的话 也越来越难听 这么多人他还这么嚣张 去找导员吧 这样的人就应该开除学籍 真不知道他金主怎么惯的 今天给他上一课 竟然在大学里 还敢摆出社会那一套 大家录像 舆论有发酵 直接把他金主也搞死 我把手机上的信息展开 对着那些伸出摄像头的人出事 你们现在护着的人 造我黄摇 这是证据 都看看吧 蒋兰目光闪烁 我只是把真实的情况 分享给大家了 谁造你摇了 里面的照片 你敢说哪张不是真的 照片确实是真的 我点头 那不就得了 蒋兰大喊 你还要怎么狡辩 不过那些东西都是我自己买的 怎么 不行 蒋兰笑了 是 金主爸爸给你钱 然后你自己买呗 这时寝室楼梯处 一阵训练有素的脚步声 这个声音 在此时的寝室里 显得尤为突兀 司机小王戴着黑衣保镖的脸 从楼梯拐角处露出来 下意识的 周围的同学们 给他们让开路 小王奔我走过来 大小姐 出了什么事 一瞬间 走廊里安静了 蒋兰激笑 姓陆的 你这金主爸爸 可真疼你啊 为了你都能装下人了 当这是古代拍电视剧呢 周围的同学 面面相去 这次没人 再当正义使者 我干脆拿手机 给我爸打视频电话 很快被我爸接起 咋啦闺女 老爸在峰会呢 周围有离我近的同学惊呼 是陆军 他爸是陆军 啊 A成首富陆军嘛 我爸把耳朵贴近屏幕 听完皱眉 闺女你那边咋那么多 出什么事了 我让小王去找你 老爸 没事 小王在这儿呢 让小王接电话 我把电话递过去 司机小王恭恭敬敬地接过 陆总 陈副校长焦急地 从走廊尽头小跑过来 看到人群 脸一黑 怎么回事 你们在这儿闹什么呢 认出副校长的同学缩脖子 人群散了散 陈副校长挤进来 小王接完电话 先把电话双手递给我 看向副校长 老张 你们学校好大的威风 王先生 你这是哪里的话 副校长陪校 然后脸一板 看向周围的同学 都在这儿看什么 都没课 学生们三三两两散开 站住 小王冷哼一声 保镖们的站位一动 封锁了大半去路 陈副校嘴唇微动 没说什么 陈副校 我家小姐600分 考到贵校室 过了录取分的吧 陈副校点头 当然过了分数线 小王一声冷笑 我家小姐通过高考上的贵校 我家陆总给学校圈的科研楼 是希望小姐 在贵校能得到更好的教育 怎么 贵校学生觉得 这是陆总砸钱 给小姐换学分 既然如此 科研楼也别见了 避免贵校学子污蔑我家小姐 别呀 别别别 陈副校焦急地摆手 陪笑 王先生 不如去我办公室聊 我那有好茶 小王听不见一样 目光在人群里扫尸 蒋兰抓着浴巾 悄悄往后挪 下一刻 有保镖一个胯步 抓住她的手臂 啊 蒋兰尖叫 放开我 小王漫步 走到蒋兰跟前 是你说 我包养了我家小姐 蒋兰身体颤抖着 阳装镇定 我没有 你们搞错人了 说完她又看我 姓陆 陆 陆陆 你管管你家的人 你让她放手 她抓疼我了 我笑了 抓疼你恐怕没用 你这样的人 不付出代价 永远不会长记性 那你还想怎么样 蒋兰不满的大吼 我已经很丢脸了 你还不满意 光是你丢脸可不行 说说吧 谁教唆你造我黄瑶的 按照蒋兰这种脑子 能在论坛上 发出那么缜密的话来扒我 我可不信 蒋兰一正 嘴唇无声地动了动 然后又耿着脖子 没有人教唆 我自己看见的怎么了 我劝你诚实交代 蒋兰跺脚 一脸的愤恨 我说是我就是我 不然你还想怎么样 你想让我说是谁 行 你认为你能一个人 承担就行 多于和这样的奇葩说话 报警吧 好的大小姐 小王点头 当面打报警电话 蒋兰惨白着连嘴硬道 你们不用吓唬我 我又没把他怎么样 有同学小声嘀咕 造谣是犯法的呀 那帖子点击率那么高 你都够怕了大姐 我不信 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他一脸倔强地被滞固着 时不时重骂几声 小王挂了电话 从保镖手里接过纸袋 走到我寝室门口 请问 是大美和小吕吗 我两个是有一脸蒙逼的点头 小王客客气气 把纸袋里两个盒子 拿出来递过去 我家小姐在学校 和你们相处很愉快 陆总吩咐 送二位的小礼物 卧槽 新发布的苹果手机 走廊里有人惊呼 大美率先反应过来 连忙把东西往回推 不用不用 周围 全是仙渡声 我丢 这也太好命了吧 我也想和小公主一个宿舍 这哪是公主啊 这是财神爷 财神爷 我是615寝室的 以后有事情 请尽情吩咐老奴 卧槽我也要 陆财神 我可以和你做朋友吗 一时间 走廊里全是大学生欢托的声音 直到来了大批的警察 问清来龙去脉 直接把哭喊的蒋兰带走 没有了蒋兰的寝室 安详多了 甚至和另外两个室友 相处得十分融洽 也没着急着搬出去住 直到有早课 刚出寝室楼门 就看到魏一航直直地站在门口 看到我的时候 他眼睛一亮 拎着手里的袋子 朝我走过来 陆宝 早上好 我当看不见 从他身边走过 他欺而不舍 干脆跟上我的脚步 宝宝 别生气了 我来哄你了 他把手里的袋子 递到我面前 给小公主带了早餐 诚意满满哦 我真是反感 干脆停下来 有事说是 魏一航眼神一闪 继而又朝 我何须地微笑 宝宝 我想你了 一整个肉麻恶心的感觉 从几辈子冲 我的天灵盖 偏偏他还深情款款地盯着我 从身后摸出一小树花 登登登登 露露宝贝 送你的惊喜哦 阳光正好 恶心 我劈头把他的花夺过来 一把砸他脸上 别他妈这样喊我名字 砸碎 丢完 转身就走 我不怕别人硬干 但我怕恶心 身后响起魏一航懊恼的声音 露露别走啊 我加快脚步 身后的男人小跑着追上来 之前的事情是我不对 没想过你接受不了 宝宝 以后我们慢慢来好不好 以后不管做什么 我会先征求你的意见的 是吗 我停下脚步 魏一航期待的点头 我一定会先征得你的同意的 那你追求我的室友 经过我的同意了吗 他眼见就慌乱起来 宝宝 我 我就是想气气你 我和他什么都没做 真的我发誓 他马上竖起三根手指 我发誓我之前只是利用蒋兰 长得像猪一样的女人 我看见都想吐 我是为了露露宝宝以后能信任我 才找了整个A大最恶心的女人 说得好 我把录像的手机放下来 魏一航带着信息走进几步 宝宝你愿意原谅我了吗 我把手机划开 找到之前的录音 是蒋兰在警察局里给我打电话 哭着请求我谅解 我把录音递到魏一航面前 露露你能不能放过我 我不是故意要抹黑你 是魏一航告诉我的 他说你肯定是被人包养的 帖子也是他写的 和我真的没关系 求你快帮我出了谅解数八 我家里救我一个孩子 如果我有暗底 我爸妈也没办法活了 主谋真的不是我呀 你去找魏一航 不要毁了我 魏一航脸色大变 一脸紧张地盯着我 你不会是相信他的话了吧 他肯定是故意破坏 我们俩的关系的 你别上当 行 我点头 反手把刚刚的录像和录音 发到学校大群 大群瞬间炸了 这不是校草魏一航吗 录像的是谁 陆露 蒋兰不是前几天 进橘子那个女的吗 她不是口口声声 校草是她男朋友吗 这是什么惊天大瓜 卧槽 前排吃瓜 弄啥嘞 校草不是在 毕大有女朋友吗 我前几天去毕大找我对象 还看见校草和毕大的女孩亲嘴呢 下面附上一张魏一航亲嘴图 最妙的是 图片上还有拍摄时间 不巧 就是昨天晚上 笑草魏一航兄弟 你连小财神都惹 勇气可嘉 笑草魏一航师父 受徒儿一拜 你不畏强权的精神 让徒儿深感佩服 笑草魏一航渣男去死 魏一航的手机 叮叮当当的响 他看一眼手机 面容扭曲的追上我 鹿鹿 你这是干嘛 曝光我 你有必要这么叫真 听到魏一航的话 我震惊无比 脚踏N条船 作为当事人之一 我还不能叫真 魏一航掖住 脸上一阵清白 那你也没必要这么点事 把我名声搞臭吧 我冷笑 看来你还真觉得 你自己挺无辜 我通知小王给蒋兰出了谅解书 但是前提是 蒋兰需要搬出寝室 有陈校长的帮助 很快就给蒋兰调了寝室 离公共卫生间最近的那间 他从派出所回来的时候 整个人已经完全 没了那股倔强劲 看到我 眼光闪了闪 默不作声收拾自己的东西 大美看他可怜 叹气一声帮他装香 都说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你画的寝室 可不能再这样了 蒋兰低头 我男朋友 说他仗是欺人 还你男朋友呢 大美惊讶出声 回头看了我一眼 明显一言难尽 你那男朋友 他偷偷瞄我 姓陆的是什么样的人 你们相处时间长了 早晚自己能摸出来 公道自在人心 我劝你们 不要为了几个 臭钱迷失了自己 人生路还长着呢 你可真是不可救药 大美气劫 把他拉杆香丢到地上 死不悔改 我也不帮你了 谁稀罕你们 蒋兰小声嘟囔 把拉杆香捡起来 费力地往外挪动 此时寝室的大门被人拍响 开门开门 蒋兰再不在里面 大白天的 寝室门根本就没锁 外面的人意思着拍了两下 一脚把门踹开 蒋兰呢 为首的刀疤男 看到一脸懵的蒋兰 直接拽住他的手腕 小婊子 第一期还款时间余期了 钱呢 你们是谁 我不认识你们 蒋兰吓得脸都白了 几个男人黑黑一笑 干脆用手机翻出照片来 里面的女人 赤身裸体 一脸寒情 甚至夸张地把双腿分开 个别位置暴露在镜头下 一清二楚 蒋兰瞳孔一缩 伸手去抢刀疤男的手机 去你马的 刀疤男一挥手 蒋兰的身体被他甩出去 他顾不得疼痛跳起来 你们怎么有这个 把他删掉 你们这是违法的 违法 刀疤男笑了 你贷款的时候怎么不说违法呢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就算是警察 也不会管人追债吧 第一期还款时间到了 拿钱 还不上老子就把你的裸照 发被你们A大 蒋兰急得都要哭了 我什么时候欠你们钱了 你们撒谎 刀疤男把合同拿出来 上面清清楚楚的 刀疤男把手机掏出来 播放视频 接着 他的手机里传出 让人面红耳赤的声音 是蒋兰 视频里正和人 做不可描述的事情 视角是南方的 蒋兰的正脸 拍得一清二楚 小婊子 这是你吧 在我这儿贷了二十万块钱 不认账 蒋兰他倒在地 我 我没有 不是我 他面无血色 忽然崩溃大哭 是位一行 他骗我 他明明说录像就是自己欣赏的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大美着急 到底是不是你呀 如果不是你贷的 快去找贷款的人啊 蒋兰如梦初醒 真不是我贷的 你们签字的时候 一定不是我签的吧 我带你们去找贷款的人 说完 马上跑出去 一路跌跌撞撞 大美犹豫了一下 看向我 我们也去吧 走呗 我从床上跳下来 位一行的事 本身我也没打算完 一帮要债的 加上我们几个女生 一路从女寝 跑到学生会 好在位一行此时 正在那里解释群里的录像 怕学生会开除 他的会员身份 我们这些人到的时候 你们怎么来了 他对蒋兰狂识眼色 你们先去外面等我一会儿 我这忙完去找你 刀疤男扯着嗓子 位一行 你小子 还钱 贷款的期限到了 你们俩到底谁还 说完 随手扯了 把椅子坐下 位一行脸色都变了 我不懂你们说什么 我们学生会 在这里开会呢 你们再捣乱 我就报警了 你他妈和老子耍横 刀疤男抬脚就踹 叮叮光光 位一行摔出去 学生会的桌椅板凳倒了一地 学生会长站起来 也吓得不轻 你们这到底是做什么 刀疤男把欠款协议拿出来 身边又有小弟 把视频找出来 赫然是位一行 签字贷款的视频录像 看清楚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结款的时候 你小子用女朋友裸贷 还款到底是谁还 快点放屁 学生会会长马上退后 这是你们私人关系 别扯上会里 位一行你被学生会开除了 说完会长连滚带爬的跑了 大美悄悄地拉我 怎么回事啊 不是本人签字还能贷款 我冷笑一声 你以为这群人 是什么合法公民呢 蒋兰大喊 看到了吧 我就说不是我贷的 我没贷款 凭什么让我还 刀疤男冷笑一声 不知道从哪掏出来 一把匕首趴的一声 拍在桌子上 我不管你们谁还 老子的钱 贷了二十万 现在利滚利一共五十万 拿钱 他还 位一行忽然大声喊 裸贷的是他 你们找他要钱 找我干什么 他不还钱 你们就把他裸照 还有不雅视频发出去啊 蒋兰你要不要脸 要脸就快点还钱 蒋兰激动得浑身颤抖 位一行你 还是人吗 刀疤男一摆手 立刻有小弟一把 抓住蒋兰的头发 把他按在地上 蒋兰挣扎 眼泪鼻涕呼了一脸 刀疤男慢悠悠地走过来 手指在手机上滑动 不还钱 就让你们学校的人 你爸妈先欣赏欣赏 你这淫荡的样子 不要 蒋兰大喊 不要别发 我还我还 那小弟放开手 蒋兰把手机拿出来 可不管转账多少 都是余额不足 他崩溃地大哭 我没有钱 位一行也着急 没钱你去借啊 找鹿鹿 他不是有钱吗 这两个人急疯了 蒋兰什么也不想 哭着往我身边爬 鹿鹿 你救救我 我没钱 你救救我吧 我退后几步 让他抓不到 我凭什么帮你 他愣住了 支支吾吾半天 你那么有钱 能不能先帮帮我 我没有 我没有能力还钱 你也知道是你没有能力 我蹲下平视他 既然是你的事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又不是圣母 蒋兰挖的一声哭出来 我错了 是我错了 我不该诬赖你 不该不相信你 都是我的错 位一行就是个渣男 他要毁了我的人生 他毁了我 他妈的 刀疤男骂了一句 看来是真他妈没钱 穷逼 把这女的带到 伤可以出台还债 不要 蒋兰徒劳地往后退 身上的衣服 在地面上摩擦到扯丝 脸上的泪水 混合着泥土 绝望地尖叫着 狼狈 惨烈 这时 警察终于闯进来 刀疤男们四散逃窜 跑到门口 正好被赶到的小王一脚踢倒 蒋兰呆愣在原地 看着刀疤男那些人蹲在地上 反应过来 就冲上去摔刀疤男那几个人的手机 但是被警察制止了 不过好在 他一直阻拦的裸照和视频 并没发出去 可是这声闹得大 依旧有不少知道内情的人 看他的目光都带着鄙夷 他受不了 一个月后就办了退学手续 魏一行被威仪诽罪起诉 带着骗带罪一起 恕罪并罚 近几年就只能进去采缝纫机了 A大直接把人除名 避免殃及 我老爸从外地回来 第一件事就是去了校长办公室 小老头吸了一口烟 眯起眼睛 我闺女寝室都能进来男人 你们A大的治安是摆设 陈副校点头哈腰 加强 必须加强 是我们考虑不周了 而我 正常上下课 从寝室搬出来那天 楼下之前探头夸我的妹子 非要帮忙 他一边忙活 一边偷看我 陆姐 我好佩服你呀 别夸 真的真的 她的眼睛亮晶晶的 整治渣男 消灭黑网袋 现在整个 大都在宣传网袋不可取呢 姐 你都成神话了 我笑笑不说话 她悄悄靠近我 不过那天我都看见了 陆姐 是你抱的井 不是我 哎呀 我真看见了 她一直跟着我碎嘴 陆姐 你真牛 全文丸感谢观看